昨天傳出前總統陳水扁打算要成立新的政黨 雖然陳志忠立刻否認 但是有政治學者分析這樣的傳聞 多少代表陳水扁和扁家仁還是認為 民進黨對陳水扁不夠關心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成立新政黨反而會給民進黨切割的理由 對陳水扁來說相當不利 有平面媒體報導 前總統陳水扁有自行阻擋的打算 不過陳水扁透過扁家仁否認有這樣的規劃 不過陳水扁夫人吳淑貞六號受訪時提到 他不能干涉基層想要建黨的想法 還建議民進黨主義蘇貞昌 能害有這樣想法的基層坐下來談談 長期關注綠營的學者分析 這起事件多少反映出 民進黨對待陳水扁的態度 與扁家的期待有落差 當然也有人想要敲邊鼓 是不是拿鞠毛當令箭 我們不知道 那當然扁也不希望被說 掛上一個就是說 所謂的分裂民進黨這樣的帽子 但是他對民進黨大概也有一些想法 認為說民進黨好像對他不是很關注 也有學者認為持續有舊扁相關議題出現 的確對陳水扁的司法醫療人權有所幫助 但是這次的主黨議題對陳水扁並沒有好處 有主黨議題出來可是絕對不會有主黨行動 甚至去嚴厲的否認 就是希望跟民進黨維持一個 還是聯繫 雖然有緊張但是不至於分裂的關係 當民進黨認為他有一個條件去切割的時候 那是最不好 陳水扁透過扁家人與子力兵否認有主黨打算 不過是不是有人在背後操作陳水扁要主黨的消息 還是留給外界一個問號 記者 江志雄 江國良 黑北報導